原标题 还有完缺缺的皇帝朱瞻鸡 其实明朝皇帝虽然有奇葩爱好 但并不是后人所说的那样 都是些无能皇帝 有些有奇葩爱好的皇帝也是一代领主 只是后人放大了他们的爱好 丑化他们 而忽视了他们在位时的功绩 比如嘉靖皇帝在位时 他虽然用了奸臣 导致明朝腐败盛行 而且嘉靖皇帝差点被宫女合伙弄死 创造了历史之罪 而且嘉靖皇帝在位时 蒙古的达达甚至打到了北京城下 差点成第二境康齿 其实嘉靖皇帝却是一位狠狠的皇帝 他效法祖宗朱元璋和朱棣 大力推行新政 杀了一批奸臣 整顿了朝政 打击了沃寇 使明朝出现了一段辉煌时期 后人称为 嘉靖中兴 后人不会忘记嘉靖皇帝的爷爷 他爷爷是明献宗朱建神 我们在读史料时 一提到明献宗就会想到 朱建神有个奇葩爱好 他喜欢年龄比他大的女人 即使后宫家里无数 他依然不忘初心 宠爱着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贵妃 万贵妃本是一个宫女 他四岁进宫 长大后有一个机会照料年幼的朱建神 于是就让朱建神喜欢上 朱建神也是一个两当太子的人 五岁时 老爹被蒙古人俘虏 他叔叔当了皇帝时 他的储位被废 老爹朱英宗发动宫情政变后 十岁又富了太子 可朱元建神从小生活在惊心动魄的后宫里 也只有万贵妃是他的保护人 因此 朱建神当了皇帝第一件事 就是立万世为皇后 被他生母痛骂一顿 才封万世为贵妃 虽然是贵妃的位子 但万贵妃能独霸龙皇 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 吴皇后极度朱建神宠爱万贵妃 就打了万贵妃 没成想皇后之位位 皇帝废除 新上来的王皇后 更不敢惹万贵妃了 万贵妃就成了明朝历史很厉害的一个女人 万贵妃被朱建神宠爱后 更加狂妄无比 他建议朱建神用宁臣全能 秦秦 光直 梁芳 维新等人 因为这些用财物早就贿赂了万贵妃 所以 朱建神因为宠爱年老色摔的万贵妃而被 朝政乱的一塌糊涂 因为朱元建神喜欢万贵妃 就有一帮大臣开始巴结万贵妃 这时的明朝出现一个不正常现象 明朝的朝政居然受制于一个中年女人 万贵妃不仅贪财还参与朝政 最重要的她 还是毒辣的女人 由于她三十八岁生了皇子后 以为将来可以当太后 没成想儿子妖娶 从此 万贵妃就陷害那些怀孕的妃子宫女 只要被朱建神临幸的女人 都因怀孕受到堕胎或者迫害 有得甚至没命 朱建神也正是因为 她喜欢这个中年女人 致使她的名声不好听 其实 朱建神并不是无能皇帝 他的功绩很大 堪比朱弟 据史料记载 朱元申继位后 正是明朝内忧外患的时期 因土木宝之变 使明朝对蒙古产生后怕阴影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是摆在朱建神的头等大事 朱元申指挥明军彻底打击了蒙古达达势力 收缩和套地区 使笼罩在明朝心头的阴影去掉 朱建神当皇帝时 他的手下并不都是些奸臣 他也重用了一些能臣 比如用了彭石 李玄等人 整顿励志 发展农业 促进明朝内部和谐稳定 朱建神还解决了百万京乡流民闹事 打压了边境地区暴动 对于兴起建州女真 朱建神甚至连朝鲜都一并进行了打击 致使建州女真人一百多年都害怕朱建神的体万统治 由此可见 朱建神可不是只爱中年女人的皇帝 他的功绩也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而丑化他的或许是清朝习史之人 也正是由于朱建神在位时取得了功绩 才有家境中兴这一段 因此 家境皇帝应该感谢 他的爷爷 也应该感谢那个老女人万贵妃 正是这个老女人成就了朱建神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图片来源网络 万全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